即时新闻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宣布将捐100万美元,帮助WHO对抗伊波拉病毒,对此国内学者普遍正面看待。 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副院长黄奎博认为,蔡政府向国内外展现已得抱怨形象,此举是只赚不赔的算盘。 联合报报道,黄奎博表示,台湾过去也曾有几次想捐款给国际组织,最后被退回,如果这次WHO也没收下捐款,可以再继续打中国打压悲情牌。 另外国家安全会议前副秘书长,台大政治系兼任教授杨永明认为,蔡政府可能想及此表达我们仍有能力做出贡献,也对国际凸显WHO对台湾的不公平待遇。 但将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黄奎正也正面肯定蔡政府做法,传达台湾虽然因为被排除而受伤,但仍愿意帮助别人,值得给蔡政府掌声。 有声音质疑,台湾遭WHO居于门外,为何仍要捐款? 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庸指出,台湾早期在防治天花、蛔虫、杀眼等,也受到国际很多协助,如今台湾在医学研究上有自己的一番成果,应该要对国际健康做出贡献。